一个富友人生 这一位骑着电动摩托车的阿嬷 今年77岁 她住在马来西亚 名字叫做郑金 郑金阿嬷加入慈祭之后 除了捐出自己的积蓄之外 她几乎每天都要骑着摩托车 出门募款 对她来说多劝募一份善心 人生就多一份富友 我真的很高兴 这个心可以大家一起亮起来 做善事要把握 当知道麻坡要筹建敬司堂 郑金阿嬷马上响应 捐出大半辈子的积蓄 我们建司堂要像小毛鱼这样团结 有力处力 资钱资钱 一转一瓦踏下去 渐渐固步 油门一彩阿嬷来了 77岁却有着年轻人的魄力 震惊阿嬷自己捐钱还不够 她还骑着摩托车到处慕爱心 我们年轻人要跟阿嬷这样学习 他这样聘我们也要努力去做 你看 风载 薄载 危机路 我们听到商人 每次说生命是无常 阿米睡觉也在八月七月 你流流不流 我们死不住来死不住客 很可爱啊 很高兴喔 对 好啦 好啦 感谢你了 能够放下世间才 她的笑容更加亲切 震惊阿嬷用热忱感动大家 她自己也越目越欢喜 30天我没 20天我没 我妈妈都很高兴 我妈也没得心中很开心 好像年华朵朵开 父亲一直飞飞来 阿嬷不要开朗现在也 看起来也比较健康 你看她很高兴 大爱新闻如香槟苏欣怡马来西亚报道